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波瓦斯·路德·拿尔米 这一家充满爱的一家人 得着了什么样的祝福呢 路德记第四章 我们看到前一章是波瓦斯承诺 要保护路德 接下来他在城门口 奇妙地遇到了至今的亲属 并且向他说明 是否愿意买地 而且取死人之妻 取遗孀路德 这个人左想右想 他说哇这样子我有损失 因为他要付出金钱来管理地 而后来名字又不在自己的名下 于是他就不愿意买 于是他们用拖鞋做一个证据 代表他拒绝乘买 而波瓦斯愿意承担 即便要付出有牺牲 但是他愿意祝福路德一家 而众人也为他大大的祝福 接下来看到奇妙的是 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孩子 他们结婚生子 而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 就是服侍赞美的意思 更奇妙的是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 就是后来击败哥利亚 大卫君王 何等的奇妙 看到这一个家充满了爱 愿意为别人付出牺牲的时候 神的祝福平安 大大临到这个家 临社的妇人说 拿尔米得孩子啦 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 这俄贝德是耶稀的父 耶稀是大卫的父 我们看到整个路德纪 是在整个世世纪 混乱的世代中 充满奇妙美丽 见证的一个家庭 拿尔米爱媳妇路德 路德爱婆婆 拿尔米 而伯瓦斯照顾弱势的路德 路德顺服 也尊重 也爱伯瓦斯 这个充满爱的家庭 神给他们奇妙的后代 而且后代不是一般的孩子 而是将来要做君王的家族 何等的美 而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 因着信 因着爱 而加入了弥赛亚 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是神给爱他的人 极大的祝福 我们来祷告 耶稣我们在美宁 爱能创造神迹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爱里头 学习付出 学习牺牲 也在爱当中 经历到神给我们 更大的福气 来祝福更多人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